第2007集 叶凡回头 不死天皇宫都被粉碎了 那具真身没入混沌雷电海中 就此失去了踪影 没有留下一丝契机 未能与其真身一战 叶凡心有遗憾 刚才与天宫大战过于剧烈 上苍不想承认也不行 因为他已成功杀了出来 不死天皇真的太强大了 叶凡自语 这是一个事实 此人天宗之姿 号称是天生神人 有传言说可能是先遇侠借来的人 更有人说 他其实是一头真正的先皇 故此才能拥有不死之身 他出现的年代很古老 扑朔迷离 笼罩着层层迷雾 据传 他曾与帝尊相争过 敢与之抗衡 也有传言称 他在帝尊作画后才出世 带头作乱 最终统育了万族 亦有人说 他是帝尊死去很多万年后才诞生的 辉煌战绩傲骨灵金 古来无敌 这个人一生都被迷雾包裹 留下了太多的秘密 从一些古皇对他的态度 可以看出极许诡异 猴子的老妇都在圣皇年轻时 对不死天皇很推崇 即便成岛后也怀有对前辈古人的敬意 可是到了晚年却亲手毁了他的道场 这是一个万古之谜 至今不得而知 后世 巫师大帝 强势入主紫山 占据了不死天皇的大坟 可是巨传早在此前 紫山里面就是空的了 而事实上是 在无尽岁月前其官果就消失了 进入了中州的仙府世界 这也是人们认为他为先皇的一个原因 传言他死后很长时间 又浴火涅槃复活了 故此转移走了官果 进入仙府世界 再图天元 总之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至强者 万古前称尊 各族共败 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辉煌 以及无尽的迷雾 叶凡自语 终是未能与他真身一战 也好 待我更加强大时 大声雷劫中再战 在地路上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开掘出每一寸血肉中的潜力 叶凡推测 时间无多了 他最多还能打开一座天宫 倒也符合九只极数 最后一次会遇到谁呢 他传音磅礴 时间所剩无几 抓紧时间参悟地写中蕴含的大道碎片 提炼腰黄骨精 且一定要将两节仙齿收走 混沌汹涌 电弧交织 成为一片最为可怕的汪洋 而在此当中 一座又一座宏伟的天宫病历 更有诸多骨雀 看起来古朴 沧桑 恢宏 大气 叶凡浑身是血 战到现在 即便有褶字密 身体状况也很糟糕了 这些敌手都是年轻的大地 哪一个不是一带天骄呢 即便是面对其中一尊 能够活下来都算是一种神迹 一座又一座的天宫都很宏伟 上面的神瓦流动 灿灿光泽 像是以神经千锤百炼而成 非常的逼真 根本不像是闪电化成 仿佛在真正的古天亭中漫步 刁烂玉器 阶梯似汗白玉 朴实而沉宁 街道宽阔 宫阙缭绕混沌物碍 叶凡认准了一座宫阙 并不知道里面是谁 选择很随性 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他大步向前走去 这一次的感觉很特殊 这座宫阙看似朴实 但是隐约间有一种镇压万古的气韵 琉璃瓦于平淡中蕴寒壮阔 散发着一股磅礴大气 叶凡眉头一皱 觉得这次可能又中招了 该不会是泪不死天皇般的古人吧 可是脚已经迈出 没有退缩的道理 举门高大 转刻各种符文 电扇雷鸣 像是有一尊活着的大地在沉睡 不容外人打扰 叶凡的手刚一触摸到门就遭受了矩阵 轰弄一声 像是宇宙苍穹塌陷了 压得他要窒息 浑身骨骼都在嘎蹦作响 这个人是谁 他用力推开了尘封的锯门 点呼爆射 让其掌指尖鲜血淋淋 轰的一声巨响 锯门内发出一种天崩的声响 朕的人灵魂都快溃灭了 叶凡眉心前 由精神力化成的一束明亮的火焰 剧烈跳动 这是一种大气 更有一种古意 震撼人心 若隐若无减 诸天万玉都像是在共鸣 传来了诸神在朝拜的声音 一头真龙横舞 一头仙皇展翅 一头白虎普吉 一头麒麟昂首 从大殿中冲来 像是自仙玉下界 震撼人心 叶凡当即就是一呆 这座大殿怎么如此特别 一下子冲出这样四头强大的生灵 全都有逆天战力 恐怖滔天 挤满了大殿入口处 真龙银动 九天鸣产 仙皇涅槃 鲜艳的灵雨猎天 白虎长啸 吼碎河山 麒麟冲撞 星悔月尘 这几种生灵一起扑杀 场面极度惊人 这都是古老的仙手 人间不可见 怎么全都化作了闪电 降临在此呢 混沌气汹涌 这个地方气象万千 锐气横卷 四灵齐险 发出万丈的降光 笼罩了此地 像是天地下界巡视 四灵守护在四方 这跟神话一般 谁一见到都要震惊 叶凡大喝了一声沙 他才不相信这是什么仙灵 最多不过是一道烙印 仙不存余事 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什么痕迹 他上来就是绝杀 各种秘术齐出 击斩四灵 场面很可怕与血腥 原此仙光飞蛇 一条条一道道 锐气千万条 可让人的神魂共振 直至碎灭 与真龙纠缠 舞动天风 撕裂乾坤 五星神光画成五兵宝剑 排列在叶凡的背后 与那仙皇对机 吭枪作响 鲜艳的凤凰陵雨凋落 黄血惊天 六道轮回拳一往无前 叶凡的金色拳头 与那头白虎巨撞个不停 虎啸长天 两者都发出灿烂而刺目的光 这是一场大战 叶凡使出浑身解数 与这几头生灵拼杀 这是第一次在雷海中遭遇 大地外的生灵并战斗 真是一场意外 推开这座宏伟天宫的大门 竟然遭遇了这些生物 与以往大不一样 这似乎是守护骨雀的仙兽 这一战 叶凡遇到了大麻烦 天宫中不止这四种生灵 当大战到后面时 玄武 腾蛇 鲲鹏也出现了 全都扑击而来 恐怖无边 景象惊人 让人怀疑来到了神话时代 见到了一种又一种 至强的骨兽 征伐不断 莽黄气息扑面 而且在这一刻 剧门上所有古老符文都在发光 划成道道虚影 有上古的仙民 还有史前的生物 以其显化冲击了过来 同一时间 殿宇内有天兵天将杀来 叶凡即便浑身是铁 又碾得了几根钉呢 刹那间金色血液喷溅 遭遇了重床 他历时知道了中心宝座上的人是谁 这么大的威势 气吞宇宙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也只应是他了 帝尊 除他之外 难以想象还有谁 建立古天庭 统御诸御 班不发度 诸神共尊